嗨嗨 我是夢幻球房在我家的Vivian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每次去淡水必拜的伴手禮 古早味蛋糕 超級水嫩 又鬆又軟又香的古早味蛋糕 主要就是運用了燙麵的手法 增加了蛋糕體的含水量 這樣整體的口感就會非常的濕潤 口感超級濕潤 又可以吃到滿滿淡香的古早味蛋糕 我覺得這個真的可以說是此生必學的甜點之一 超級好吃的淡水古早味蛋糕 不囉嗦趕快來準備所有材料的部分 所有材料配方就請大家自行螢幕截圖 文字食譜的連結我也會放在資訊欄當中 有需要的朋友請多加利用 首先先來介紹模具的部分 左邊是8吋的模具 本來要用這個模具 但是搭配的這個烘焙油布太低了 所以我今天用的是旁邊這個6吋的方形模具 它是加高款的 所以容量剛剛好 然後這個烘焙油布呢 剛好也可以超過模具 比旁邊這個8吋的更適合做 然後因為古早味蛋糕 需要運用到水浴法來製作 所以也要準備一個 比蛋糕烤模更大一些的模具 等等外盤內部呢也要加入水 進行水浴法來烘烤 用水浴法較低溫烘烤 蛋糕的表面比較不容易開裂 我們就把準備好的模具放一旁備用 接著我們要準備來分蛋 古早味蛋糕呢 是用分蛋的方式來打發蛋白 就把雞蛋分成6顆蛋白、6顆蛋黃 然後蛋白打發呢 可以參考之前的影片 有非常詳細打發蛋白的細節 蛋黃的部分就放一旁備用 然後蛋白的部分可以放冰箱冷藏或是冷凍 冷藏過的蛋白會更好打發 因為要運用燙麵的方式 所以我們要先來加熱油脂 把材料份量中的油 加熱到攝氏75-80度之間 因為溫度很難用肉眼看出來 建議還是測試一下 因為要直接篩入鍋中 所以鍋具直接離開爐火 我是直接趁熱把麵粉篩入油脂當中 你也可以把加熱好的油脂 直接倒入過篩好的麵粉當中 只要燙麵粉的溫度是正確的 怎麼做都可以 接著就把它們攪拌均勻 其實沒有什麼技巧 就是把它攪到沒有粉粒殘留 用打蛋器或是刮刀攪拌都可以 只要攪拌到細緻沒有粉粒殘留的狀態就可以了 接著加入鮮奶跟蛋黃 一樣把它們攪拌均勻 剛開始攪拌可能會是比較粗糙一點的質地 不想用刮刀的朋友可以直接改用打蛋器 還有為了避免麵粉出筋 我們用左右來回攪拌的方式 盡量不要同一方向畫圈圈 會容易產生筋性 口感就不好了 大概攪拌到影片這樣子的滑順細緻狀態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來打發蛋白 裡面可以滴幾滴白醋或是檸檬汁 然後加入1 3分的砂糖量 用高速來打發蛋白 一開始可能是比較粗一點的大泡泡 之後就會越來越細緻 我們再加入剩下一半的糖 繼續用高速來打發 然後泡沫也是變得越來越細緻 這時候可以測試一下 這個狀態大概是濕性發泡的前段 還沒有打好 我們加入剩下的糖 為了讓打發的泡沫更穩定 可以加入些許的玉米澱粉 然後一樣用高速打發 大概就是打到泡沫越來越細緻 這時候可以測試一下 當拉起來的小彎勾 尖端有點微微的像鳥嘴的感覺 但是不要到硬性發泡哦 前面的尖角還是微微的有一個彎勾 還有點彈性 這樣就是濕性發泡的後段 取三分之一左右的蛋白霜 加入蛋黃糊當中 然後像炒菜的方式快速的翻拌 稍微均勻就可以 把拌好的蛋黃糊呢 倒入剩下的蛋白霜當中 然後用切拌翻拌的方式 把蛋黃糊跟蛋白霜拌勻 記得不要同個方向畫圈圈攪拌 要用切拌翻拌的方式 同方向容易產生筋性 產生筋性口感就不鬆軟了哦 所以要切拌翻拌 像炒菜一樣 用各種方向來炒拌 拌勻之後就可以立刻倒入模具當中 沒有烤箱的朋友可以用IH電子鍋來烤 我先示範一個用電子鍋來烤的版本 電子鍋的烘烤功能呢 表面沒有辦法上色 但是底部呢可以上色的金黃漂亮 所以也可以運用電子鍋來烤 不過因為不同廠牌的效能不同 大家可能要試試看了 我的這個是浮庫的電子鍋 我有烘烤的功能可以選擇哦 另外有用過像硬的也是可以 大家就自己試試看囉 另外這個就是正統烤箱版的 就直接把攪拌好的麵糊倒入模具當中 記得倒入麵糊的時候 麵糊可以有點高度 這樣可以排出部分的大氣泡 然後我們再多震個幾下 把大氣泡給震出來 剛才有說過要用水浴法 蛋糕表面比較不容易因為溫差而開裂 我習慣裡面加入熱水 然後注入的水量呢 大約是2公分高左右 放入設定攝氏150度 預熱好的烤箱當中 烘烤60分鐘 不過因為每家烤箱品牌不同哦 請依照自家烤箱的脾氣 自行微調溫度跟時間哦 我給的時間溫度僅供參考 時間到後我們先來看看電子鍋版的 有沒有超級可愛 你看看這個Q彈水嫩的程度 真的是北泡泡又迷迷 然後看一下底部上色的情況 很不錯哦 然後看一下內部的組織 真的超級濕潤鬆軟 不過電子鍋版的真的比較容易縮腰一點 但不管賣相如何 真的有夠好吃 好香哦 然後撥起來呢還會有沙沙的聲音哦 再來看一下烤箱版的 外表的顏色金黃好看 時間到後呢就要立刻取出 立即放在網架上散熱 然後可以摸一下表面的彈性 除了外表非常的有彈性 蛋糕體呢還可以抖動哦 所以也有人稱為它抖臀蛋糕 但我怕抖壞了 所以我就不抖了 我們就稍微的放涼散熱 再來分割囉 直接分割成自己喜歡的大小形狀 有人喜歡正方形 有人喜歡片狀 通通都可以 這個蛋糕體的組織 真的非常的濕潤細緻 然後滿滿的蛋香味 真的太讚了 蛋水古早味蛋糕 等你交作業囉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お前地來 我們有什麼事 我們有點想像 我們現在回到 我們有一定的工夫 準備回到 以為我們有問題 我們想要解決 我們有問題 但我們 gotten瘋 累 我們不足 我們才有問題 我們想要進行 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咯 如果喜欢 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 最新的食谱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生活分享 毫无推荐 欢迎加入我的IG跟FB 还有别忘了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